昨天我已经就菲律宾海警船 清闯中国南沙群岛先兵交临近海域 阐明了中方的验证立场 菲律宾侵权在先 中方依法采取维权措施 旨在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正当合法 无可非议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无权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涉海问题 更不得以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为借口 侵害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美方应当停止在南海挑动对抗 不要再破坏地区稳定 加剧局势紧张